吸引力法者 夢想也成真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要Focus在你想要的東西裡面 2021年 到底你想要的什麼呢 對了 話說我之前就提到 我老公一直在說 我想要個三間房的地方 想要自己一個房 那我們現在就搬進去這間新屋 還在收拾東西 這是我們的主人房 有個衣櫃 有廁所 但是我們太多衣服太多鞋了 所以這個位置 應該要去買個衣櫃或者鞋櫃 才可以放回 所以現在呢 我的Yoga Bra 底褲 到處放著 還在收拾東西 那我們出來了 這就是個 露台 對著對面屋 我們就由樓上搬到樓下 所以我們樓上的景是海景來的 現在就沒有了 沒有了海景 那就看著對面人家的公園這樣 這裡就會是我們的大廳 那我們準備 這裡是我的 這個床 是用來 我幫人做Acess Bar 能量治療的時候用的 那我們打算 清潰這些盒子的東西之後 可能這個位置就會放些 好像榻榻米 坐的Workshop 我們就不打算放沙發 Dining table 吃飯 那這裡可能是用來做Workshop 用來做 我們做我教教授的培訓 上課 教班的時候的位置 那平日就可能有幾個榻榻米 然後就可能是坐在那裡 即是跪在那裡吃飯 那還沒想到的 那先清洗盒子 現在戴上盒子 話說我撿盒子 撿到它扭傷腰這樣 沒錯 那這裡還沒想到什麼 那我就找了一個風水師 給我看風水 那 原來這個門 大門 進來這個廚房 這個位 原來我這個廚房位 是全屋的吉 是最不好的位 所以就要放一些龍龜 那種叫什麼 黏油 什麼油 有它 我忘記了什麼 有一隻 有一堆東西 那還有可能會放一些 原來我是缺水的 那我要多些水的東西 那所以就可能放一些 有水的食物 那然後呢 這個是廚房 那他說因為這個廚房 是 嗯 全屋最差的位 所以就最好放雜物 這些櫃子 完全就是放雜物的東西 那我的咖啡機器 那我每一早就來感恩了 啊感恩了感恩了 感恩了 謝謝我這個咖啡機器 可以自己做我的Dirty Chai Latte 那還有呢 最好廚房這個叉子 就是放水的 那就是很棒 還有它藍色的鍋 藍色的杯 那就是藍色的水 那這個就是我煮東西吃的時候 看到的view 那我最喜歡就是煮東西吃 那所以這個廚房 其實呢 是我經常都會逗留的位 但竟然是全屋早叉子的位 那師傅就叫我 不要放些什麼水晶啊鏡啊 這些會放大能量的東西 那這樣 那還要放一些雜物 放一些龍龜啊 開了光之後 那我正在等著的 那我就訂了一個 麥克風機器 那這裡就放一個麥克風機器 然後我們就會訂 我們訂了一個洗碗碟機的 那我希望這一兩天會送來 因為新年就不知道送不送 可能新年後才送 那所以蘇婆我們就自己洗碗啦 那這樣 那接下來呢 那這裡就是我的辦公室啦 那我就在這裡做我的培訓啦 教班啦 那這樣所以呢 有一個按摩椅 那這樣的 那那那 那那那些蒸油啦 那那些香薰油 那那些香薰油 好開心啊 那你以為我的香薰油 開始越來越多了 那已經多到呢 本來就放在這裡了 所以我就買多了個架 那那 整好這裡之後 就會再重新做 那這個就是 嗯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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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呢 沒有了景啦 如果要住了低層 就看著 看著人家 看著人家打網球 看著人家旁邊游泳 那樣 還有看著人家樓下 有個小花園 那樣的 那這樣 那我們就沒有了景啦 那就不要緊啦 那這裡在想著 可能又放多些盆栽啊 那原來呢 我這個辦公室 又這麼巧 又是一些財位來的喔 那所以就事業運是對的 那我要放回一些 風水東西啊 水晶啊 那這樣就震了 那這樣 那呢 這個衣櫃呢 就是我的婚紗 那樣 我有很多婚紗 就是 我拍婚攝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借給一些 客人來拍照 那樣 那但是 那有很多婚紗 買了一個新的iMac 那我到時就 就 搭配上我現在這部 就可以開機了 啊 好開心啊 那我現在這部iMac 都用了十年了 真的很感謝很感謝 iMac真的很好啊 那所以呢 我又買多一部新的 那這樣 那這裡呢 就有我的 哇 冬天的衣服 衣服 那樣 那樣 但是這個Melbourne呢 一年四季的 天氣一年四季 所以呢 那些衣服是不能收起來的 只是暫時 放在這個這樣 那我的yoga mat 另外還有一個 按摩的枕頭 那樣的東西 那這裡可能又放多一棵樹 那裡又放多一棵樹 那裡又放多一棵樹 那樣 那就是總之多一點 身體啦 這個就是我的 我的光啦 好了 老公 來啦 老公就是這個man cave 那他終於呢 就可以有自己的房 那你就放上電視機 那對了 我的廳是沒有電視機的了 因為我是不看電視的 那這個就是我老公 那我不管了 那呢 他現在就在這裡打遊戲 那還在想著 可能這裡 本來就想在這裡做 砌他Star Wars的 那些 那些 衣服 那些盒還在這裡 還沒拆盒 兩年了 沒得行做 他買了個 Tai 什麼 Tai Pilot 和一個 黑色的 stormtrooper 都沒得行做 因為他說他沒有workshop 他說要一間房間 就給他一間房間 那他到時就會用我的舊iMac來打遊戲機 那可能他就會 可能他說 想用兩張桌子 一張是用來專門打遊戲的桌子 放打遊戲電腦 一張就是用來做工作桌子 那不止他了 慢慢扔了 那總之現在呢 很開心了 他這些玩具 漫畫 就曬到他的房間裡 就不要 之前搞到整間屋子很亂 很多玩具 很多小的東西 因為 那 那這裡 又是 有我的 香氛 那我放工回來 就會 就是我知道我老公帶他放工前 那我就開始點著他 那就用了 那這樣 耶 那這個就是 老公的man cave 然後呢 就 呃 我的廁所 那 我就在這裡做我的浸泡 解肥換腸 我會花很多時間在這裡 那原來呢 這個位置 是全屋的一個大床位來的 那竟然 但是師傅就說 大床位特其實在廁所裡 有些少許是漏財的 那但是又不要緊 因為這個位置 只要我沖多些量啊 那都是聚財 那所以我到時候會放一些皮憂 啊皮憂啊皮憂 皮憂 對了 放開皮憂啊龍龜啊水啊 植物啊 水種植物啊 所以我想一下買那些 什麼好貴粥那些什麼 沒想到都沒想到 那所以so far呢 暫時放了一棵架 先 就是好過沒有啦 那 那 是的 我的廁所啦 那這樣 然後暫時就 因為我們沒想到 那些貓的貓castle房在哪裡 那所以暫時就 那些東西吃就放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 洗衣房了 那這樣 所以狗廁所啦 貓廁所啦 洗衣啦 全部在這裡 那所以我都要想一想 怎麼可以把這間房子 香一點 因為畢竟呢 我經常都在這裡浸泡的 那 所以呢 所以我放了很多這些 香香的東西啊 在這裡 那我又不想怎麼蠟燭 被人家弄爛了 對了 這個就是 吸引法則我的新屋啦 那 所以呢 要告訴大家 嗯 心想是會時成的 你想要的東西是會有的 只要你專注在 怎樣可以有呢 好了 如果你想聽我下回 如果這間房子 我是租的 不買的 那我是 如果有人想有興趣想知道呢 我可以說一說 為什麼 我的數字怎麼算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就不如買啦 買了去啦 買了我們樓上的房子 然後換這間房子嘛 那樣 但是我就決定 不好了 樓上的房子就租給人 然後自己租這裡來住 那如果有人想聽呢 那我下一集就說一說 那條數字怎麼算 為什麼我會覺得 買沒有數 反正租有數 老公說 下大租 你這樣就扔錢 下鹹水海的啦 是不是 這樣 那你不知道呢 買其實有很多很多數 要計算的 這樣 對了 我買了這個新球 昨天給我一隻狗仔 所以狗仔還未知道 這一球是怎樣玩的 所以有一點點抹底 對了 媽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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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玩這個球 不會玩這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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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的 球一下你的朋友 你和他們玩 就是這樣 那這裡到時 就會放些假草 放些外面的拖拖拖拖拖 就可以在這裡 享受咖啡 看著景 那這裡 應該會是一間 希爾頓酒店的 那這裡 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那個音樂廳那裡 那我走回去 八分鐘左右 可能現在五分鐘 現在近了一點點 不過我懷疑我應該會遲 那份工作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培訓那裡 經常用太多個時間 這樣 但其實我也挺喜歡 音樂廳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也保持住 這樣 好啦 就是這樣啦 拜拜